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这个标志 觉得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是一种古代的兵器 就像我们古代有刀枪剑戟俯跃勾叉 我估计西方那会儿也差不多有类似的兵器吧 在有些铁栅栏头上也会见着类似的这种形状 觉得兵器头嘛放到铁栅栏头上也挺合适的 这是王冠头上也是这个标志 最近才知道这是花鸢尾花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 鸢尾花的这个标志呢代表权力 也包含有武器的象征 关于鸢尾花的传说和象征 我放在后面讲 先说一下这个花本身 上网不论是输入中文名字鸢尾花 还是英文名字Iris 都会出来非常多的漂亮的花 颜色也非常非常的多 这就是鸢鸟 据说鸢尾花的这个名字就是 因为花长得像这个鸟的尾巴 这是它的尾巴 您觉得像不像 但这不重要 当初起名字的人觉得像 那就必须得像了 像不像都得像 鸢尾花是单子叶草本之物 多年生 就是它可以活好多年 百合目鸢尾科鸢尾鼠 花您看到了又大又美丽 不过也有稍微小一点的花 叶子就像是放大版的韭菜叶子 当然比韭菜叶子硬很多 鸢尾花是一种比较常见的 园林庭院花卉 鸢尾花有说原产于欧洲的 也有说原产于中国日本 其实它是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广泛分布 最早在埃及的壁画上都有鸢尾花 鸢尾花的花看起来娇艳美丽 但其实它一点都不交起 生命力非常的旺盛 属于比较好打理的一种花卉 就这么说吧 如果您是生活在温带地区 如果直接把它种在园子里 那它的生命力真的就像是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了野草 您想让它挂掉都很难 属于是懒人花卉 因为它本身也长不了很高 也不需要剪枝 当然如果它有黄叶子 您觉得难看的话 还是需要稍微剪一下 这朵蓝紫色的花 是我去年在堪培拉拍的 就在路边 堪培拉冬天的温度 是有可能结冰的 这朵白的和后面还有几朵白的 都应该是好几年前在悉尼派的 就种在路边 所以它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种 好几个月前那会儿还是春天 我还买了一棵 但后来其实给忘了 就把它放在一个不太气眼的地方 还经历了夏天那么干燥的那一段 居然没事 叶子还是绿绿的 当然没有开花 估计还有点小 因为是个小苗 但足以说明它真的很顽强 温尾花如果是种子种的 差不多三年开花 如果是分株分出来的 第二年就能开花 这张照片也是好几年前 我走在路上 发现这朵花很漂亮 随手就拍了一张 后来还照着这张照片 画了这张画 这是张水彩画 约尾花最适应生长的温度 是15度到17度 也就是比较凉爽的季节 但是它也可以忍受高温和低温 而且既可以耐旱又可以耐烙 但是关于这一点 买的时候最好看清楚说明 因为它有不同的品种 品种之间还是有挺大差异的 有些是专门喜欢生活在水边 有些是极其耐旱的 有些是介于中间的 只要您按照它的习性 种在合适的位置 刚栽种下去的时候 可能需要浇浇水 之后基本上你不用管它 它自己可以长得很好 它也可以种在花盆里 养在室内可以使用花园土 但需要排水凉好 花盆下面也要有孔 它需要适当的光照 可以全日照 也可以半日照 可以适当失去肥 会促进它开花 花既是春天到初夏 所以如果你是生活在温带 然后你园子里有一块地方 可是你有没有时间去打理 如果碰巧又喜欢渊尾花 那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现在来说一下渊尾花的故事 渊尾花的英文名字 出自希腊语 是希腊神话中彩虹女神的名字 古希腊人认为 彩虹是连接天与地的 也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介者 也就是渊尾女神 负责把人间的祈求幸福 传达给神 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人间 说到这儿 我怎么觉得 这像是赵王爷干的事 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 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人们自然很喜欢他了 不然他要说句坏话 岂不麻烦了 然后在古法语里 有一种叫做相根渊尾的 意思就是光之花 名字的意义又好 花又漂亮 所以渊尾花也得到了 法国人民的喜爱 相传公元五世纪末 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国王 路易·克罗维斯 接受洗礼的时候 上帝送给他的礼物 就是渊尾花 据说法文的渊尾花 与路易之花 发音相近 路易六世 把渊尾花作为他的印章 和铸币的图案 还把渊尾花装饰在了 他的蓝袍的边缘 穿着装饰了渊尾花的蓝袍 参加了国王受任仪式 因此渊尾花逐渐成为了王室的象征 来慢慢的渊尾花又成了法国的象征 所以法国的国花就是渊尾花 法国路易七世的时候 十字军东征 渊尾花又被印在军旗上 所以渊尾花的这个图案 就不仅仅是渊尾花又多了一个象征 就是一种武器 投枪的枪头 所以如果再看到这个标志就知道了 这是法国的象征 但是虽然是法国的象征 毕竟这个花这么漂亮 也不是只有法国人民才喜欢 其他人民也喜欢 前面说到希腊人就很喜欢 所以希腊人常常把渊尾花 种在墓地 是表达什么意思呢 就是希望把逝者的灵魂 托付给渊尾女神 让她带回天国去 这也是渊尾花又被称为 爱的使者的原因 古代的埃及人觉得 渊尾花代表力量与雄变 以色列人觉得 黄色的渊尾花 象征着黄金 也就是财富 既然有那么多人喜欢渊尾花 画家自然也是不能例外的 他们也画了很多渊尾花 比方说莫奈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他画的池塘睡帘 但其实他也画了好多渊尾花 还有画星空的那个梵高 他不只画了星空向日葵 他也画了渊尾花 美丽的渊尾花 到了中国人这里 就不仅仅只具有观赏价值 还有其他的价值 比方说生态价值 有些品种极其的耐干旱 所以可以用来防沙 故沙 那有些品种呢 又特别耐湿 耐污 就可以种植在被污染的水边 帮助净化水 甚至某些盐碱地 也靠它来滤化 除了观赏价值 生态价值 还有药用价值 比如可以治疗 风湿疼痛 跌打损伤 胃痛 腹痛等等 作用还非常的多 我就不一一说了 因为说了也不知道怎么用 真要用的话 还是要去问一下医生 当然主要是中医 我们自己一知半解的 就别乱用了 万一再用出问题 就麻烦了 就让我们利用它的观赏价值吧 好好欣赏它的花 漂亮的鸢尾花 就麻烦了